後來的冠軍就是本來有一個同分的 那我們討論之後勝出的最大原因是因為乾淨度很乾淨 蒼花也好或者是種植盆栽也好 乾淨度很重要 怎麼樣是乾淨度 第一個是植物表面的清潔 再來是植物跟戒指之間的留白的空間感 假設種得滿滿的 然後因為植物它有細碎的大片的絨毛的光滑的等等不同 你如果沒有留白其實會造成一次給你好多東西 你沒辦法有呼吸空間 所以高中低或者是很茂密的留白的那種空間感 其實會給人家很舒服的感覺 然後它這邊解說說沒有很絢麗的技巧 然後就是很紮實的重機 的確從它的作品裡面 並不是第一眼吸引我 因為其他評審 我也不太知道他們怎麼結婚 但是 那種呢 所以它第一名 就像它的講解 它沒有第一眼吸引到我 因為很平穩 但是回頭來講就是因為它很平穩 也沒有什麼缺點 之後我們再看細節 其實這畫漆應該看得出來是自己做的 就是穩定性 把它卡得很緊 卡得很緊 而不是只是三個板在一起 再來 很多人也有麻糊或是麻糊帶 但是它的麻糊帶的處理 更像可以拿來賣錢的 像一個產品 表示它做得更好 然後這個繩子也是自己滾 然後本來看這邊沒有看到後面 後來發現 欸 這個胎球的也後面多了 然後也是纏得很乾淨 然後 雖然有一點點 植物性的 小小的衝突 比如說長春城跟這個全日照 或許日照上它是不能相應在一起 但是普遍每一個都有一點點的小瑕疵 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沒有去增結了 後太多的衝突 最大勝出原因就是色彩亮麗 造型的乾淨 然後功德細節 手就是呈現得很完整 OK 那最後還有兩個作品 我們讓阿尼老師來就介紹 好 那我就一次介紹兩個 哈哈哈哈 好 其實剛剛阿尼老師也講到就是 看淨跟你的花器製作 我這次非常多同學都在做 在花器的部分都有自己想辦法去做 所以這邊要講 其實我必須講說真的啦 因為你們比賽是一整天的時間 但是你們的架工花器 其實決定了你們今天比賽 是否能拿第一 幾乎 幾乎 所以你如果在花器上面 其實只有稍微用點心 架工做到 你今天來比賽的時候 其實會很輕鬆 意思是說你今天來比賽已經八年的作品 已經有動過腦筋 已經完全想過了 所以其實現場其實是做組裝的 所以組裝技巧其實不會是 不會是因講你分數的重點 而是你在家裡思考這一兩個禮拜 就是你在思考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有曾經想過它是我 這東西能夠在這邊變成第一 所以在花器來講 其實這兩個花器其實 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再稍微加油一下下 就是 反正會變得有一點點加之零食架構的部分 其實像你剛比起來的話 其實但這兩個花器就會稍微有一點點 可能就是不是那麼的堅固耐用 其他的美觀來講 其實會再加一點 可以再加一點點 另外就是說 在收尾收乾淨也是一樣 就是大家會直接講到 就是我不需要會看到有土 其實裡面有土的部分 其實是不需要有被看到 那 大概就是 作品乾淨力落度來講 就是 其實這兩個顏色來講 其實都算是螺合還蠻舒服 我只是差別再說 其他跟其他提起來的話 它其實就沒有太大的一個 非常讓我非常驚豔的亮點的存在 當然就是花器的部分 就是有一點點 不過這邊 這邊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 鞋子的部分很可愛 就是啊 就是它是從我們的環保 環保的部分來講 這個板子的部分 連同後面的框的板子 如果能夠連同後面的框子 做起來的話 它會更完整一點點 但是有一點可疑 就是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公開來的部分 好 大家這邊就所有的作品要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